那個我想請問一下在座各位 就是有人有在寫部落格嗎 而且你們部落格是否有一個專業 就是在寫你的專業 那有其他人有在寫的嗎 想知道他是寫的嗎 可能可以寫的 很久以前的可以嗎 可以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就是蘇德培大學是去工程系的學生 然後其實我是在二年級的時候轉來蘇德 然後我之前就是可能在別人學校玩了一點點 然後就是那時候剛轉過來的時候 其實有跟西上的某些同學一起合作 然後就是接案是這樣 然後也有幫老闆在實驗室裡面做計畫 可是你知道就是在開發程式的時候 或者你在幫人家維護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最討厭的是說 對方沒有留文件給你就算了 那連可能你要用到的一些混合 或者是一些套件 一些套件 然後還有一些可能驅動 他都沒有留給你 然後你就要自己想辦法 對然後我記得我那一陣子 就是為了老闆的一個座位計畫 我大概兩個月都看到早餐 然後我就請同學幫我買一份早餐 然後就隨時的睡到中午 然後早上課其實就被斬過 對就是還蠻慘的 對然後後來就是我就會開始想說去寫博物 去記錄 因為我不是就是我希望說 我自己是做資訊的嘛 那我當然希望說在資訊的行業的時候 就是如果有些人會用到像我做的事情是一樣的話 那就是他可以直接參照我的 因為我的就是包含圖文 就是圖文然後採考資料全部都附在裡面 那像這些的話基本上就是 你知道的就是程式園 就像左邊這個是吉祥錄的話 是Java吉祥籃 然後Java大家應該比較想見 然後換就像上面的Python這樣 就是HTML 什麼東西 我就是把一些類似像這樣的東西寫在上面 然後就是並且去記錄它 我之前在實驗室就是有跟交達那邊的公司合作 然後有在做一個網路模擬的平台 對然後 然後就是這間公司基本上他就是把東西 行在一個Linis上面 Linis就是除了Windows、Mac另外的一種作業系統 那當然就是會有很多人的問題 對然後 對然後我當初就是 還有曾經幫中山大學的學生解決問題 對然後我那時候是一直想說 他不是歸一大學的嗎 阿姨夢不是很厲害 他是不是很厲害 就是有一點東西都跑不好 然後就想說 就是他已經讀到碩士了 然後我才學士 我才二年級而已 就去幫人解決這種 你知道就是 就是我們只是覺得因為沒有問題 對然後後來就是幫人解決 而且後來就是 我剛講的那些公司就是施略了 他是在做木模擬 對然後 他主要是 智邦 智邦的一種智邦 對 然後 他們打第一 有時候也很喜歡就是 發我的部落格 就是可能某些文章 就是直接做他們的客戶 因為他們就不用自己 就是告訴你們 打來打好半天 就是給那些客戶 可是就是 因為我寫的路格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案子 就是有時候黃老闆做案子啦 他可能說 這個月要交嘛 然後 欸 下個月要交 然後可是他可能這個 呃 第一個禮拜就跟你說 欸 成教你做好了 然後我想說 啊 你可以付出嗎 然後 你知道就是 有時候東西做久了 你會忘記 你會忘記做法 所以我就把做法寫在上面 有時候你可能寫個有價格的東西 可能會跨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可是重點是 我寫文章的時候 最多寫到八個小時 有時候寫到天亮 然後睡下來要去上課 對 可是我覺得寫這八個小時其實是蠻值得的 因為 嗯 像我之前有在寫NFC 就是 Windows 4窗的東西 可是這種東西其實已經很少 就是 應該是說 都屬於 就是像現在在場的前輩 會用到這些技術 對 但是我找東西都找很久 像當初我剛進去實驗室的時候 可能有 用Jobr去開發一些 呃 音樂的一個套件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要做一個 異質蒙古的視訊創意的就是這樣 然後 嗯 其實台灣的人很少去寫一些 就是類似安裝的步驟啊什麼的 因為我自己做的系統是溫馨嘛 啊學長當初也有溫馨跟他說 欸 茶屁可以用 還是溫馨的溫馨 還是意思常溫馨的溫馨 他只跟妳說 就是 他 他 他就 老闆只跟妳說 阿蘇斯科就在那邊 他也自己想辦法 哦 對 然後後來又覺得很突然 因為在那邊出來的老闆店 還早了 合避的時間是 呃 還蠻強大就難過啊 也解決不了 然後後來就是 自己一步一步在那邊 花 就是花時間摸索 摸索出來的 對 所以我才會就是想法 先用機器在上面 然後我從2012、02、08這件開始 然後到現在已經大概一年六個月了 然後 其實最慘的時候 我前一個月在寫的時候 大概瀏覽的數都是0 對 瀏覽的時候0 然後後來 我最多的瀏覽 就是 額面點擊數最多的時候 大概是1000多 對 然後到現在 就是2013一馬 已經一年六個月我大概 就是他的那個點閱比我到4萬多 對 然後就是 對 因為我幾乎就是 技術什麼 就是 我上面的就是部落格 我部落格啊 基本上用的都是我自己就是平常會用到的技術這樣 對 然後可是因為我最近發覺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這種寫部落格這種東西啊 基本上好像只有在IT產業很盛行而已 那其他產業好像都是因為技術還是什麼 還有除了就是像商業的東西 可能就是我比較嫌的商業 可是像其他可能像美術啊 他可能頂多出一本書給你了 可是重點是 那本書 我看一看之後 如果我今天想要發問啊 我想要就是跟一群人討論的時候 這本書他頂多就留一個mail給你 有時候他也留一個出版社沒有給你 啊 你要自己想辦法找到作者 啊 我們資訊的有時候就是 找得到作者啦 但是作者 你拿到他沒有之後 他會不會回覆你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知道嗎 就是有時候我們記性 記性過去之後 你可能整個一個月半年 然後一年 我覺得 不違和啊 對 然後你有時候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然後 我就覺得說 就是其他產業是不是 就是可以去推廣像這樣的事情 對 因為而且我有一天就是 也會可能就是老了 然後 所以就是我可以把這些技術這些 想要學的人 直接去看我們部落格 對 那 就不管是誰啦 就是 嗯 對 因為我也是在上面就是練一些 就是可能讓他 變得比較平易 就是那 不是資訊系的人 也可以詢問 因為我上面就是有 一步一步的步驟這樣子 那其實我就是不是為了自己啊 只是我也是為了 其他社區的人寫 然後就是 雖然有些人就是會把你 Source Code 拿去然後 變成他的文章 然後對 但是講真的 如果今天不寫這些文章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想要學的人啊 而且對 然後 而且 講真的 呃 你每天都跑 那我會有時間 你每天都跑程度跑氣質 對 就是你有用到的時候才會去查這樣 那 而且資訊領域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進步 就是非常跨 對 然後你可能明天 可能有一些套件啊 可能有一些什麼 不是StraperJS啊 什麼 就是他們自己什麼一些 反正就是阿里布達的 他就是 排得很跨 所以等於說 當一些年輕的人要學的時候 他們怎麼跨 對 那我的就是 幫我一頓都會給你 你剛剛說美術沒有這種分析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 沒有 就是我只是打個地方 就是我會知道 因為我可以 應該多想要解你 你所謂的 你所謂的 你知道就是 你嚇唬我啦 我可能這就是 一個資訊的 學生 然後 所以你說 你知道我這種 美感很差 可是 你知道有時候就是 美術學會跟你說 阿你就是多看一下 多看一下 多看一下 可是就是 我想要從中 去 學的是 就是他怎麼去看在這件事情的思維 就是 就是希望他可以把他寫得更精簡一點 就是平易簡單 因為 每一種旁邊都有他溝通的方法 對 然後 當然我就是 覺得部落格 就是也跟他們人群就是怕你這樣 對 好我可以回答一下 第一個 呃 美術工作者 他在做這個 部落格其實效力 會因人合理 有的人天分 OK 他等待一下 然後另外 因為他如果有人不管 那他會一直問 一定是 美術工作者 他必須有很多事情要對指板手 再來是他要接的文端 他不可能在線上習慣 因為很多東西他是簽的文端 他一畫出來的金權 出來就被盜 再來是說 你要學 他也要習慣 他會跟你說 那你就是花意不進去 然後多練習 要反正他多買第三個學 因為對美術工作者來說 台灣這一塊在美術文章裡的區塊 太狹隘了 公司 剛剛有完事件 就把很多美術工作者的時間 打到 會有那個行動碎掉 在全職界 繁畫節裡面 他第一名 結果文化學 不遲遲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他在做這種 沒有 就是 對服務的事情 那請他遲遲 這是 我們老師跟我們講的 有時候我們去問他 老師為什麼我們去分享一下 他就說 那 我今天寫這個 我也要習慣 我寫這個人看看 出版社都不用 直接上門去抓 那 那 我要去講 因為 其實這樣的話 其實 嗯 我覺得寫部分 就是你可以分散給很多人 雖然你剛剛提到那個也是一個問題 可是我覺得 講真的 我 最近 在做ECG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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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就是 要不是有那些醫生願意寫那些的話 讓我們 其實讓我們這些資訊人員 去了解的話 其實講真的 我覺得 我們在寫他的 就是他的軟體的話 其實會非常的困難 就像 因為 我覺得 資訊人員做出來的 網頁 並不一定那麼好看 對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就是 我只是希望就是說 如果 就是 聽到這場演講之後 就是 就是 我不會 就是 就是 因為 沒有你自己的觀念 那 我就 我的意思是說 像 我是 CAD 可是 別的老師會CAD 因為他有小孩子 有家庭的人出來 那 那 他幫你做這個部落格 可是他平常還有一些外面的Case 要去畫 那到底是寫部落格先還是改變先 他一個Case要改三遍 不睡覺改三遍 那 那 他改那個 他沒有時間寫多遍 那 又或者他寫多遍 沒有時間寫多遍 這 相對 我們這種 我們這種Case很少的人 才會 因為 想要他畫一些東西 然後教別的東西 然後去看 結果老師看得到 他就說 你再想一看 因為你再扯我以後 因為 這樣會造成一種 無常競爭 就是 我是不用錢的 大家都用的 那他就不要用 他只是希望說 可以做柔遍 因為我 對 我自己 其實 我有時候案子也是做到早上 然後我早上還是要去上課 可是其實在 做完 做差不多的時候 我以為 就是把 一些就是 你知道 就是 我自己做過東西 我會把它放在上面 對 因為 我還是會花時間去寫 就是 因為我覺得那是 就是自己要去拿捏的 而不是就是說 呃 就是 因為我覺得那問題 是要自己去拿捏 就是自己時間管控 然後 因為那是 你自己的責嗎 就是願意分享的 就是會讓 你身邊的人 跟他走走 因為我覺得 其實 就是單單一個領域的話 並沒有辦法讓自己 那麼強悍 對 然後我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 學到不一樣的領域 然後可以把這些 knowhow 用在一起的話 你可能會變得更加 就是 就是 你會變一個比較厲害的人 而且 像台灣的話 我覺得 你知道就是 台灣要不是就是 最近這幾年 就是在推廣 只要奮手持的話 我覺得 就是也不會有像 KSDG 就是高雄 高雄用的軍隊長 對 不好意思 我時間到了 這次 OK 阿爾 可以說 可以說 purp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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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